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定就可以产生智慧 为什么由定就可以产生智慧呢 如果一个人不读书 不接受教育 不经过接触知识 吸收知识 消化知识的过程 只是修行修定 就可以产生智慧吗 由定发挥的会 指的是什么呢 跟我们一般所说的智慧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现在就请顺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定是能够产生智慧的 但是这个定的解释法 看来是什么 在一般的人讲 心能够安定一点的人 他这个头脑比较冷静 如果心不安静 那就 术作的判断 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一般的人讲 旁观在清 当作在迷 这原因就是 因为当作的人 也就是直接当事人 他是跟他自己 产生有厉害关系 他的情感上就有波动 就不能够那么的可观 那么另外的人 旁观的人 他是跟他自己没关系 所以心里边 也非常平静的 从另外一个人看 这个当事人 都比较清楚一点 原因就是心里没有那么波动 可是同样的事 掉过来 发生在 旁观的人身上的时候 旁观的人 自己也失去旁观 也失去了自己的冷静 也同样的 也会有问题 所以在定 这个定义 实际上就是一种 安定的意思 也可以说是心 比较平静的意思 在 我做一个比喻 就是 假如说有一盆水 这一盆水 如果我们用手 把它搞一下 那这盆水 水面一定是 许多的破纹 这个时候 我们的脸 在这个水面 盆子上面 看到的 这个影像 一定是 不像个人 一定是很凌乱 可是当 风平浪静的时候 也没有人去动它 那这个水 水平面 像镜子一样 这个时候 你再去看看 这个水盆里面 你自己的面孔 反映在水面上 就跟你的面孔 完全一样 那么这个 我们的心 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心 有些人叫做心壶 心里像个壶一样 心壶里面 遇到了风 遇到浪的时候 你这个心壶 也就把你凝禁了 如果心壶里面 没有遇到任何的风浪 没有任何东西 在那里动的时候 这个心壶是很平静的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智慧的 这个出现的道理 相当的有关系 那么我们再讲 说定 定的意思 就是用方法来修行 那么在印度 它是有一定的方法的 用打坐的方法 就可以得到定 那么这个定的过程 是这样子的 从一个散乱的 也是混乱的心 变成了集中的心 那么从集中的心 变成了统一的心 如果能够已经统一的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大概是比较客观的 而看任何东西 都是非常的明镜的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智慧 这里是有问题的 所以智慧这样的 这个名词有两层意思 一层就是不是用知识学问 而得到的判断力 或观察力 透过知识学问而产生的 也可以讲是有一部分是智慧 但是多半不是的 多半就是用智慧 用知识用修问 或者是用平常累积起来的经验 构成的一些判断 可以说是有智慧的成本在 但是不一定是智慧 可是在禅宗主讲的智慧 或者是副教授讲的智慧 因此就分成两类了 一类就是有我的智慧 一类是无我的智慧 有我的智慧就是 在心里比较客观的时候 他就做的判断比较正确 观察力比较敏锐 他说见到的就能够使人家 觉得很佩服 为什么其他人见不到 他见到了 其他人想不到 他想到了 因为他的头脑比较冷静 很容易产生新的一种构想出现 我新的道理他会发现 那么这个如果说是有我的话 我们就是有我的智慧 这智慧还是有用的 那么另外一种叫做无我的智慧 无我的智慧 实际上应该是开了无以后的人 也就是把自我中心放下 从此以后不受环境所困扰的一种智慧 那么这种智慧是不是从书本可以学到的 所以学问知识还是非常有用 因此有人看到我得到我得到一个波士修卫 觉得很奇怪 所以一个修行的人 一个人叫人家禅定的人 要波士修卫有什么用 我只能讲他是讲对了的 是没有用 是没有用 可是我拿的来帮助人这是很有用 对我自己个人来讲 不说修卫是没有用的 可是对人来讲很有用 所以今天我能够还有红法 还能够上电视 还能够会讲话 我讲话的所有的知识修问都是工具 如果我不好好读书 我想我上不了电视这个节目 所以你们诸位也听不到我来讲这些复法了